託福契約要改制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看他改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針對同學的準備會有些什麼樣的影響 好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因為幾度 通常我們頻道錄的都是一些正經不正經的話題的討論啦 一些英文的探討啦 但今天我們來好好的針對這個託福這個考試 來去剖析他一下他的改變 他的改變改變了什麼呢 這是官方網站ETS 那官方網站上面其實說的非常的清楚 他從三個小時變成兩個小時那就可以完成了 OK Just under two hours to complete 然後呢 他還強調這是在三個最主要的英文考試中 現在他是最短的 我覺得這個改變其實也真的是因應時代 因為現在大家的attention span都非常的短 你要我專注心理應付三小時的考試 真的連我也做不到老師都做不到不要指望學生了這樣 所以他把它改了些什麼東西啊第一個改的就是閱讀的部分 其實我這邊他還有另外一提到就是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托福考試他會 多一個題組給你不算分可是就讓你做做看這樣 那現在呢都沒有了 所以你不會有這樣的surprise 這個是知道同學就知道不知道他也無所謂啦 那所以這集反正就是做給考生看 所以要是你平常是看我頻道想學到一些什麼新知識的話 對不起今天沒有 今天只有考試的知識 資訊呢不要說知識 好所以那接下來會改的部分閱讀體 本來閱讀體他的題組是比較多的現在他縮減成就是兩個題組 一個題組10題 就這麼多 OK所以你只需要讀兩篇東西而已 應付10個題目各10個題目加起來20個題目 那他的大概的預估的時間是35分鐘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你還是有個10多分鐘能夠應付一個題目 還OK啦我覺得 然後呢聽力跟口說完全沒動 所以我們就不用探討了 原本怎麼樣子就怎麼樣子 那寫作題才是我覺得他的這次的精髓的改變所在 改的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Task沒動 所以我們也不用探討了 第一個Task就是整合型的 先讀一篇東西 題目是什麼什麼 然後聽一篇教授的 這個針對這個同樣的題目做的一個回應 他們兩個一定站在不同方 那你就要整理出一個筆記 這個閱讀的部分說什麼什麼怎樣啊 可是 剛剛教授卻說又是那樣那樣那樣啊 好所以大概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說不講還是講了一下下 所以而且 我常常強調其實托福哲考試還蠻有趣 還蠻實用的 因為以後你在上大學或者上研究所的時候 你會應付的 你會面對的就是這樣的一些Task 你需要上課做筆記 你需要上課聽懂教授在說什麼 並且做下筆記 這就是這第1個寫作Task 要你做的事情 做筆記 所以我們強調他不需要表達任何個人的意見 那本來的Task 2 也就是寫作的第2個部分 我們有時候叫他大作 小作跟大作 所以本來的大作的部分 第2個Task 要是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他是一個獨立的 我們叫他independent writing task 那總之就是你表達個人意見的時候 所以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你覺得 職業運動員值不值得拿這麼高的薪水 所以像你就可以表達 我覺得值得 我覺得不值得 那他改成什麼呢 他改成 他把他把這個東西新的 新的東西叫做 writing for an academic discussion 所以 一個學術討論的 協作 所以等於你是在 討論 東西 好我們 就這樣跳進來實際看一下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這裡有個影片 就是官方網站介紹的一個影片 我就帶著你看 OK 然後我告訴你 你到底該寫什麼 因為據我 家教的經驗 因為我有家教學生 我已經跟他解釋過這個東西了 還真的花了一點時間才讓 學生了解 原來他要的是什麼 我很抱歉 這裡有點小 所以我就直接讀給你聽 所以即便你眼睛 你的螢幕再放大也看不清楚這個字 沒有關係 我讀一下給你聽 所以在上面有的 instruction 就給你的一些 就是 你該follow的一些steps so your professor is teaching a class on business 所以教授在教 商業課 經濟課這樣子 write a post responding to the professor's question 所以你的責任 你的 你的 task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寫一個回應 write a post 寫一帖 來回應 教授的問題 so write a post responding to the professor's question in your response you should 包括這三個 下面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三個 對不起 所以在你的回應中 你要包括以下 so express and support your personal opinion 所以你需要表達 並且 support 你個人的一些意見 第二個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所以什麼叫做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contribution 就是貢獻 所以你就要貢獻 給這個討論 什麼討論 你說好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他其實是已經有現存的一個討論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 然後 an effective response will contain at least 100 words 所以你需要寫至少100個字 我們通常可能建議120個左右 甚至可能更多一點我都不介意 那題目來了 下面的題目 所以其實最重點是在最下面這一段 所以我會建議學生 上面這一段 就我們現在這個 我剛念的這一段 現在我已經念給你聽你聽懂了 你在考試的時候不要看了 OK 不用花時間看 不用花時間聽 你就直接跳到最下面這一塊 最下面這一塊才是真正題目的所在 但中間這一段我還是念一下 so we are exposed to a lot of advertising especially on the internet and of course businesses spend a lot of money to create and distribute advertising 好先看到這邊 所以我們 在 在我們的人生都會曝露於很多廣告之中 廣告之下 特別是在網絡 網絡上 所以廣告上 網絡上看很多廣告 而當然呢 很多這些企業們就會花很多錢 來創造 並且來去 分補這些廣告給我們看 所以YouTube上看得到啦 或其他網站看得到啦 so before next class I would like for you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所以你看 題目真的是在最下面 所以他只是可以 這邊只撲一下跟你說 我準備探討廣告囉 那真正的問題還沒講 就最下面才出現 所以問題來了 Is advertising just a way of manipulating people to buy things they do not need 所以廣告是不是 其實只是一種 來去操弄人的方式 操弄他們去買一些 他們其實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廣告是不是這樣 或者 好另外一邊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討論 一定是有選邊站 或者 or is it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helps people make informed consumer decisions 或者 廣告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資訊來源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那這個資訊來源呢 是能夠幫助人們去做一些 Informed decision 所以光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可能有個你不是很熟的詞 什麼叫做 Informed decision 這個我們 有機會再看 或等一下再看 好題目出現 就是你覺得廣告也沒有用 簡單的說 好那所謂的 Contribute to discussion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 你要貢獻於一個討論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 右邊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學生叫Karen 另外一個雖然說被這個 播放鍵擋住 但是我已經先前看過了 她叫 所以Karen跟Brad 兩個人都已經 針對這個題目做了回應 你就想像這是一個線上討論版嗎 我我會這樣子認為 你這樣子理解會簡單的多 因為現在誰不會 看一些留言討論的 對不對 臉書的留言版 討論版 或什麼的 或者 你有些YouTube的影片下面 也一大堆人在留言 所以你就把它看成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好了 所以Karen 又已經留下留言討論 Brad已經留言討論 你呢 就要講出你的意見 但是重點 你要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所以你必須要把他們兩個講的話 就是你要參與他們的討論 你不是回應教授的問題而已 你要跟他們有一點點 Karen說怎麼樣 Brad說怎樣 我同意Karen 我不同意Brad 你要把這個部分呈現出來 在你的寫作裡 才是能夠拿到分數的 所以你不是說 我認為廣告是怎樣 我講完了 然後完全沒提Karen 完全沒提Brad 這是不行的 OK 所以 所以這就是解密了 OK 所以所謂的contribute to discussion to the discussion 就是你要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也必須表達你是選哪一邊站的 好 所以我們一般認為 因為托福是個美國的考試 那美國的教育的理念就是 我們要 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 意見之外 我們還鼓勵學生 在一些議題上 你就是選一邊站 你不要跟我說兩邊我都同意 然後當一個起槍派 那不是美國的教育的核心 那我覺得歐洲的教育 像我們說雅思是英國人生出來的考試 有些題目你就可以當起槍派 你就說這邊也對那邊也對 那我們就看 你個人的preference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要尊重多人的想法 那說了半天你到底說了什麼呢 所以其實我比較支持的是 就是 托福這一方的這種教育邏輯 即便你不見得真的 全新的同意 你所選擇的這一邊 可是你至少要學習到 如何去 Defend 這一邊的立場 OK Anyway 這個扯遠了 這個算是個人哲學的一個想法 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Karen說了什麼 都給你聽 所以Karen當然是選一邊站 那Brad你也可以想像到 他一定是選另外一邊站 那題目應該不會出到兩個人都只同意這一邊而已 但我因為現在缺乏題目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好來看Karen說什麼 Karen說 所以他不認為 他不認為大部分人認為 他不認為大部分人認為 總之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廣告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不覺得人們會認為廣告有價值 OK So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consider ads to be valuable 所以他覺得 大部分人覺得廣告無價值 I read that in just one year From 2018 To 2019 The number of computer Tablets Computers Tablets And mobile phones Using ad blockers Increased From 142 million To 615 million 好說了一些什麼呢 總之他不相信廣告很有用 所以他曾經讀過在某個地方 I read That in just one year 在一年中 從2018到19年 就是 電腦的數量 平板的數量跟手機的數量 The number of computers Tablets Mobile phones 所以這些的數量 那這些 這些數量怎麼了呢 就是 使用了 阻擋廣告程式 的這些東西的數量 OK所以重點是這個 使用 App Blocker的這些電腦 平板跟手機 那什麼是App Blocker 所以這其實裡面都有一些 你需要知道的生活上的一些 嘗試或知識 App Blocker 你就要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 好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不講 不講這個 請不把這個講清楚 我也講不下去了 因為你不懂 那我沒有意義 所以什麼是App Blocker 大家都知道了 你在YouTube上 看到廣告 你不想要看廣告 你要不就變成 YouTube Premium的會員 要不就是曾經有一個 這個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總之在他的App Store裡面 可能有一個東西可以下載 那他就可以把廣告擋掉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看到廣告 所以總之這個 Karen說的就是 我曾經不知道哪裡看過一個報導 說 剛講的這些設備中 很多人都有下載 擋廣告的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廣告 廣告沒價值 OK 所以這個App Blocker increased from 這 1000多萬 到了6000多萬 不對 百萬千萬億 從1億多變成6億多了 好所以Karen說 很多人會擋廣告 根本就不要看 fine 那Brad說什麼呢 來讀一下 people can find people can find out a lot about products from advertising 讀了卡卡的 people can find out a lot about products from advertising 所以人們可以從 廣告中 得知很多產品資訊 fine so there'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people usually beg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big purchase by looking at ads and reviews 所以他說的是 有很多的證據指出 there's plenty of evidence 指出什麼呢 people usually beg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big purchase 所以人們在 想要買一個很大件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開始的一個過程 就是先看廣告 或者看一些 review unboxing 開箱了 so I have to go to another class right now 你看 他竟然話風一轉 他得去上課了 喔還有人這樣討論事情 他可能正在 well he's in a hurry 所以我現在得去上課了 I have to go to another class right now but I'm going to post later about an an advertisement that gave me a lot of useful information 所以但是 他又說了 我等一下要是 回來再 再貼 再上一 上一帖 再加個回應 回應就是我告訴大家 分享一下 我曾經在一個廣告中得到一個很有用的資訊 然後後來他就可以可能就幫助他 做了一個購買的 Decision 好所以總之 布拉斯覺得廣告是有用的 好 來回了 算是重點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寫 你可能會覺得 老師你前面都在講廢話 題目我自己看一看得懂 好不管了 總之我們把題目勾了一遍 OK 要怎麼寫 來 所以講到怎麼寫 關鍵就是 我們剛有說 你需要來貢獻給這個討論 所以你需要說一些 除了說個人的意見之外 所以首先你要選邊站 那假設我們就選 站這個Karen這邊好了 你覺得廣告是沒什麼意義的 那 廣告沒有意義 所以你是贊成這個 Bride這邊的這樣子的 所以 我們先講幾個 可能可以用的Template好了 因為我看完這個改字之後 我心裡就馬上想到一些 可以交給學生用的 所以你一定要refer to 這兩個人講的話的時候 你怎麼引用他們講的話 首先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 Karen說的是一些什麼 2018 2019年 然後142沒有連 615沒有連 我會告訴同學 不要管這些數字 在你的100多個字的回應裡面 你不可能去扣他這些數字 沒有什麼意義 OK 你就直接說 Karen不支持 Karen不支持看廣告的論點 是質地有深的 是很棒的這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這邊有一個 這個片語可以拿來去使用 To誰誰誰 的credit 現在我的這個變信息名題 對不起要調整一下下 調回是這個 Times OK So to say the credit 豆點主持動詞 這是一種寫法 來然後還有什麼呢 我們我們以前在長篇的寫說 According to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會覺得在這種 Academic discussion 他只是一個討論 你寫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Karen 我覺得太太冷硬 所以我不建議同學寫說 According to 誰誰誰 OK OK 那我們可以說 例如說 Karen 其實我這裡就寫Karen好了 我不要我不要改成什麼 somebody 所以 to Karen's credit 這樣寫就不錯 然後 或者下一個我們可以講的就是 Karen OK 好 或者 Karen's point on 什麼東西 was interesting but 可能你可以接下去 這也是我一個反正就 off the top of my head 可以想到的 所以這樣就能夠去 refer to 反正就是 with reference to 剛剛這兩個人在談話的一些內容 這樣所以我們實際把內容淘進去 好不好 所以 這邊說的 那你知道credit是 就信用啊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覺得很棒 所以Karen說的很棒 所以這個to Karen's credit 大概就是 Karen說的不錯 那後面就是把他所說的這個東西 稍微recap一下出來 Again我不希望同學真的 實際的去引用他的數字 不過我也不敢把這話講得太篤定 要是他今天說了一個數字 真的很有用 很有說服力 我覺得可以拿出來用 可是總之Karen認為廣告沒用了 就是ok 所以我可以直接說 to Karen's credit 呃 好 我就寫 lots of people 很多人 好 用了 用了這個很多 用了一些方式 好 來去把廣告給擋住 那 那這個甚至包括我也是這樣子用這樣子 因為我不覺得廣告能夠提供給我太多什麼什麼資訓這樣子 so to Karen's credit lots of people employed means to avoid seeing ads ok 所以使用了一些means的方式 來去根本就躲開看廣告這樣子 ok 好 然後 我可能就寫 事實上 in fact 我覺得我想把這邊再多加一點點 lots of people employed means to avoid seeing ads lots of people lots of people 我加個probably好了 probably because they simply do not want to see them 所以很多人用了不同的方式來去 把廣告給擋住 就因為他們根本不想看 所以 again 這是Karen的立場 那 然後 in fact I am one of these people 所以事實上我也是這樣的人 這樣子 ok I consider 所以後面就是你的利劍的部分 我認為意見的部分 我們或許 還有時間的話可以再去探討一下 所以 所以你的意見很重要 所以從這邊開始你可能就要來個三 兩句話三句話來把你的意見講出來 但是總之我們有沒有把 我們有沒有參與看Karen的討論 有 我們有把Karen說的話講出來 OK 好 換句話說說出來這樣子 那然後Brad怎麼辦 所以你不可以只講一個 Brad也要注意啊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這邊剛剛說什麼 Karen made a good point了吧 我們把它改成就Brad好了 OK 好 所以我可能這邊就 也回頭看一下說 Brad好像說的直接不差啦 所以 However 那我另外一個要跟同學分享的就是 你看他們兩個講的這兩段話 個別是這麼長 那尤其Brad 在他的回應中 甚至一半 是並沒有切中這個點的 他這邊的一半是在說我要去上課了 我等於在回PO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既然花了這麼多的篇幅 你看他大概算是四分之一的篇幅 來說 我等一下還要再來回PO 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是不能忽視他的 我們是不能忽視他的 所以我覺得針對他等一下回PO這一點 我們都可以說一下下 就是你在 你在討論嘛 那在討論你就可以說 我還蠻期待 等一下Brad可以跟我們分享些什麼 你看你只要講這一句 我覺得就是加分 因為這就是參與討論 這就是跟大家一起 討論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However 那我們就開始寫Brad的部分 所以Brad是說了什麼呢 所以However I believe Brad Personal Experience 個人對於廣告的體驗 因為我以前沒有把這個東西先想好再講給你看 所以我也是邊走邊想 那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對來說不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不要I believe So I look forward to I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Brad'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which He Ur Obtained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Ads 好 先看到這樣子 好 先看到這樣 因為我這邊還有一些 美角要跟同學在分享 好 所以 這邊說 然而 我確實也期待著 閱讀Brad的這個 個人的體驗 I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我期待看到Brad Personal experience 那在他的體驗中 他得到了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Ads 好你可能會說OK好啊 那老師你剛說的我懂了 我們就把Brad 拿出來你參與他的討論一下下 但是我覺得這裡tricky的地方是 你會不會 從這個語句中讀出一種感覺就是 你好像在嗆Brad OK 就好啊你說你從廣告中曾經看到過有用的東西 你拿出來說啊 我期待著看啊 有沒有這個可能會被解讀成這樣 絕對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考試雖然說轉了一個方向 就是用這種很casual的discussion的方式 甚至可以縮寫 你看到他這個 這個Karen有時候 I don't think 我以前跟回常常強調 不要用don't 不要用縮寫 不要用can't 不要用won't 就把它寫開來 不要縮寫 因為在正式的academic的寫作裡面是不可以有縮寫的 但這是discussion就沒關係 所以這個是很鬆綁的地方 可是既然因為他現在變成了一種 個人的就是參與的一種interaction 是interactive的一種discussion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在 在這個 來回之間的這種談話的禮貌 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同學其實 很常常根本抓不住的 所以我剛說我這句你會覺得有沒有在搶bread 如果你看不出來那我真的也幫不了你 但我會覺得有 OK 所以我雖然說寫出來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這是一個 比較 負面的教材 OK 所以你不要只說喔好喔 你說等一下會來回POSE吧 那我就期待你的回POL 這有點這種語氣 那怎麼辦 好我們來想一想 所以我還是要However接下去 However 那我剛把Believe拿掉 我再拿回來好了 然而 我是很相信 Bread其實真的也是 從廣告中得到過有用的經驗 但是我個人只是 但是我個人還是願意相信 例如說朋友之間的 Code相傳 比較準 好網路上很多廣告 不使資訊我不相信 所以所以However I I I believe Bread 我相信 我加個帶好了 I believe I believe that bread I believe that is that it is possible 好我相信這是可能的 我再寫一個壞的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people like bread like br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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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useful 或者 to to filter to filter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ads 好 來 為什麼這個又不好了 你光講到 for people like bread 我相信 像Bread這種人 是可以從廣告中得到有用的資訊的 什麼就是像Bread這種人 高屁啊 所以 這又是一個反面的寫法 這樣子 所以總之 我要說就是在你寫這種 就 refer to 人家講的話的這個過程中 是要小心 會有可能有冒犯的語氣的 所以 Online Discussion 這些 其實還蠻重要的 來 我們 始終寫不出好的 那也是在三小 可以啦 我只是寫一寫會覺得想要往 開玩笑的方向寫 再一次 However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好我相信 這是可能的 什麼東西是可能的 OK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呃 that at could be a good source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好 等等 Bread呢 好我們要把它插進去 所以我剛這句 講一次給你聽 我相信 有可能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什麼是有可能的 又有一個that再接下去 什麼是有可能的 at could be a good source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我把good拿掉了 could be a reli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這樣就感覺 比較不會那麼 redundant 好OK 所以 廣告可能會是一個 很可靠的資訊來源 好我相信這是可能的 那這句話 可是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Bread說的 所以我們可以 把它插在哪裡呢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這邊 豆點 豆點 中間插什麼 就如同 Bread所說的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as Bread suggested 如同Bread所提議的建議的 OK so I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as Breadsuggested as could be a reli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然後接下來可能說 It's just that I personally prefer So it's just that I would prefer 然後把你 個人意見講出來 OK 好 所以 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個人的意見該怎麼去Develop呢 事實上這個人意見的Development 跟我們以前講寫作的方式會蠻像的 你或許講一個主題句 好那個主題句下面 就是一個總刮你的idea的一個句子 然後下面再把它expand開來 甚至講一點Personal的一些Personal的experience也都是可以的 好我覺得這個影片講到這有點長了 但 希望這個對頭有點幫助 那如果說你還想看我 就是怎麼去發展一些 如果你要寫Personal opinion的一些 的一些想法的話 那或許我們可以另外再做一集 那總之這個不會比原本的independent task還要難 真的不會 比較tricky的真的是我現在 Demonstrate給你看的 就是你在refer to別人講的話的時候 會不會在禮貌上有做主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點 OK 好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